我不大喜欢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太累了 自律是应该的嘛 对自己太狠了 离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往前走 到光里去 你们要明白 凡是给予人要的地方 也注定是最黑暗的战场 偶像院袭生时刻选拔和陪训偶像的节目 那么作为一个过来人 你觉得你真的还会鼓励男性人去做偶像吗 如果有这样梦想的年轻人的话 我会鼓励 我的儿子 我不鼓励 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好的律师 可以喜欢文艺 可以喜欢去草野琴操 去练钢琴 学习做音乐 我都可以教他 但是不会很支持他 你这个想法好像跟老一辈艺术家比较像 老师吧 那个是王刚老师就说自己做了 然后就不希望女儿再当演员 女儿 女儿根本不让他 我希望我生一个儿子吧 我希望生五六个吧 有一个女儿就好 女儿我觉得肯定还是让他 我来惯着他 对 可能我做完艺人以后 我希望我还有别的一些目标跟理想 可以让儿子或者是女儿帮我去完成 大家都存在一个问题 把自己脑锁在了自己的框架里面 就是做了导师 指导更加年轻的这些少年们 我只是说一些 分享一些我的经验给他们 我暂时求是说这事 然后我是一个引流人 你知道吗 我希望大家能来关注这一波 有梦想的孩子 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 每个人都为了梦想去努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被发现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 其实它的很多寓意 定义 定位 其实给了很多人一种 概念上的一种重新的定义 对于练习生也好 偶像也好 掉到F帮以后会怎么样了 你们知道吗 只能在台下你不能逗 舞都不能跳 整个节目 如果你只要在这个平台努力 你就可以脱颖而出 让人看见的话 你还不努力的话 那就是你的损失 歌词歌词都记不住的 一个公众人物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是在大家的关注下 所以真的得注意 所以我觉得艺人不好当 可能大家都说艺人不好当 可能就在这儿了 对自己的一个高要求 一个高标准 因为我一般在算倒计时法 我的目标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比方说我在 多少多少岁之前 我要完成一个 什么样什么样的 我的自己的目标 OK 那现在你只剩多少 多久了 你现在时间只剩多久 你得这么算 因为肯定有紧迫感 你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 那你就特别自律 完全能够按照自己这个计划 自律是应该的 对自己太狠 之前郭德康老师 他在他的那档节目当中 他说你有想拜他为师 我也不是人是这么想的 民意丰盛还至少 可能他又说回来 你说我教他什么 站在一块我比他还好看 这玩意儿 我会怕他自卑 你知道吗 我觉得郭老师是非常幽默的人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 也接触过曲艺 因为我其实是师从 是郭欣周安玲 就是南派相声界的老师 曲艺这一块 我其实蛮感兴趣的 因为它可以让人发笑 所以就是还真的想说 能够如果可以的话 也想去把这一块 也去传承一下 对吧 我不说相声吗 没有 你有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相声 裴芝麻有处理过吗 包装上有血 即使可使用 因为现在是这个预考季 你现在还记得 你当时是一种 什么样子的心情 海选的时候都是恐惧 因为你想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人 陌生的环境 恐惧 而且陌生的未来 你都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更多的是恐惧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能够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艺人 能够成为 让大家都可以认可的 一个艺人 我没有想过 我不知道 包括现在 也不是所有人 都认可李张一星 可以给自己立一些目标 我说了 目标是可以立的 因为有目标才有憧憬 有憧憬才会去奋斗 去做 我都去拼嘛 要给自己 订一个天花板 不是别人说吗 给自己订一个天花板 跳一跳能够到 但我永远给自己 订的是一个天空 你知道吗 怎么跳 怎么够不到 你如果没有火箭 你是冲不到 那个上面 就是非常好玩 所以你就非常累 对吧 对 对对对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知道吗 送给正在一考的 这些年轻人们 会举一话 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首先要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了 完了以后 希望你们都能够 梦想成真 然后考入自己最想考入的学校 加油 梦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 准备